把店开在家里照样赚大钱 这个视频特别适合手里资金较少 但还想赚大钱的朋友 以前开店 我们的常识是要把店开在繁华的街道上 因为这里的顾客多 但是如今这个时代 这个逻辑要改变了 把店开在清静的街道上 甚至开在家里 可能赚得更多 开店最大的支出是房租 繁华街道上的门店不只是租金昂贵 更主要的是一铺难求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原因 街道上顾客越来越少 我们店老板干了一年 多数都不如房东赚得多 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方法很简单 还是老套路 顾客到哪里溜达 你就去哪里等他 现在街道上人少了 但是总人口并没有少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不管人们走到了哪里 他的手机总是带在身边的 所以到手机上去等顾客 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 先别急着说不会 接下来我告诉你 怎样把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 打通拿着手机的顾客 和你店铺之间的桥梁 总共只需三步 一 让顾客走进来 不论你的店铺开在哪里 现在顾客自动走进店里的机会 都不多了 增加店内客流量的方法 不再像之前 花大把的银子 把店开在繁华的街道上 因为繁华的街道上 人也很少 那怎么让顾客进店呢 曾国藩曾在信中 这样告诉他的儿子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 千万不要去追他 因为你追不上他 你应该去种花种草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蝴蝶自然会飞来 如果你喜欢的那只蝴蝶 没有飞回来怎么办 这时你有了花草阳光雨露 你有了独特的魅力 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 但是其他的蝴蝶飞来了 比他更好 更优秀 更漂亮 这就叫做花香蝶自来 爱情如此 那座生意也一样 有家卖于家库的公司 为了吸引客户进店 他们把门店打造成互动设计实验室 然后再联系当地的20位瑜伽达人 给他们提供免费服装 邀请到店进行瑜伽教学 这样就把门店变成瑜伽爱好者社区 形成了超强的口碑传播 带来了极为精准的客流 他把达人称为品牌大使 通过他们的社交圈层和影响力 实现低成本破圈 他把达人称为品牌大使 通过他们的社交圈层和影响力 实现低成本破圈 他把员工称为门店教育家 教育家们除了门店陈列和运营之外 还有两项对能力要求更高的任务 分别是组织热汉社区的每周活动 和挖掘品牌大使 并邀请品牌大使与相关人士 来参与热汉社区的活动 第二 把进来的顾客变成铁粉 不论什么原因 这个顾客走进了你的店 你都要通过让他领取小礼物 或者是什么其他理由让他扫码加你 之后你再根据他的兴趣爱好 把他们邀请到不同的群里 群里的成员你要注意兴趣搭配 男女搭配 年龄搭配等因素 群建起来了要会维护 我发现很多朋友费了很多的功夫 把群建起来了 随后除了在群里打广告 就是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结果真正有价值的朋友不是退群 就是把群设置成免打扰 维护自己的群 是需要修炼自己的情商的 自己发到群里的不应该是广告 而应该是群里人们喜欢看的活动预告 以及活动现场的照片 或者是视频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形象和表现都很关心 你把他们美好的瞬间 记录下来在群里面展示 是与大家互动最好的方式之一 对于有威望 发言积极向上的群友 要及时给予肯定和支持 重点的人还要把它设置为群管理 这些人实际上就成了你不发工资的员工了 他们会不断地给你带新朋友过来参加你的活动 成为你的新铁粉 第三 鼓励老铁带新人实现顾客裂变 有了基础群体之后 你要充分发挥大家的各种特长 你要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团队 给他们一个荣誉职位 比如艺术指导 活动策划 技术讲师等等 人的需求到了较高的阶段 是自我表现的需求 你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比给他钱比给他物更有意义 当然了 在他们给你带来了很多利益之后 你要给他们适度的礼物往来 从而表达你对他的尊敬 这对于你是四两拨千金的小投入 这条视频建议你保存下来 反复的研究 有哪些不明白的可以在评论区提问